说到武装直升机能够名列前茅让居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型号并不多 甚至少之又少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阿帕奇了 该机有着出色的性能 在国际市场上也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先后出口到了日本、以色列、新加坡多国 然而因为阿帕奇的畅销 有些武职就会面临着滞销的窘迫环境 意大利的A129武装直升机便是奇异了 该机虽然在世界武装直升机排行中有着一席之地 但却因为阿帕奇的热销几经波折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了解一下A129武装直升机 A129又被称为猫友 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 意大利阿古斯塔公司研制的异形武装攻击直升机 它的发展由来还要追溯到越南战争 20世纪60到70年代 美军在越南的作战中显示出了直升机的重要性 1972年8月份 美国陆军对先进攻击直升机AAH计划进行招标 该计划最终造就了阿帕奇直升机 同时欧洲面对苏联庞大的装甲部队压力 也酝酿了一些类似的计划 意大利总参谋部在1972年首次试探性表示 需要一种专职反坦克直升机 而他们当时有两个选择 一是购买现成的直升机 例如AH1眼镜蛇直升机 二是改进一种本国的直升机 意大利进行了AB205直升机挂载陶式导弹的试验 陆军对试验结果很不满意 但如果购买眼镜蛇直升机的话 价格有些难以接受 意大利陆军航空兵后来决定 联合阿古斯塔公司转向对A109直升机进行大幅度改进 项目名称为ELECC轻型巡逻反坦克直升机 1978年阿古斯塔公司与意大利陆军决定 共同投资启动研制新型武装直升机 也就是A129 意大利陆军对直升机的需求于三年后确定 并收到了官方项目预先拨款 对新机所需要的一些先进系统 开始在A109试验平台上进行测试 阿古斯塔公司也很给力 很快便于拨款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1982年 制造了一架全比例机身模型 该模型主要用于安装电子设备进行测试 1983年3月 军方和厂商签署协议 规定制造原型机并进行飞行测试的具体事宜 同年8月份 地面测试平台开始运行 9月15日 第一架A129原型机P1正式首飞 此前 P1曾在11日和13日进行了两次简单的飞行 但该机并没有安装生产型上的航空电子设备 主要用于载荷和动力性能测试 1984年7月26日 第二架用于飞行测试的原型机P2进行了首飞 并且承担了强度和部分飞行性能试验 此后又进行了动力和机载系统的测试 自此至1990年 A129先后进行了多次飞行试验 也在不断地增强作战能力和机电系统 1990年10月6日 首批五架A129交付意大利陆军航空兵训练中心 1992年便暂停了A129的生产 期间厂商已向意大利陆军交付了45架基本型A129 A129采用常规布局机身 机长12.28米 机高3.35米 悬翼直径11.9米 悬翼面积约110平方米 座舱为纵向串列式座舱 可以搭载两名成员 副驾驶在前 飞行员在较高的后舱内 副驾驶和飞行员都配备有坠机能量吸收座椅 机身装有悬壁式复合材料短翼 位于后座舱后的悬翼轴平面内 每个短翼装有两个外挂架 可以挂载1000公斤的武器 整机空重2350公斤 最大洗肥重量4600公斤 其中复合材料主要用于机头整油罩 尾粮 尾斜粮 发动机短舱等部位 占整个机身重量的45% 动力系统采用了两台英国 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GEM-2涡轴发动机 由意大利公司按许可生产 两台发动机工作时的传动功率为 1317轴马力 最高时速278公里每小时 最远航程510公里 转场航程1000公里 实用声线4725米 爬升率10.2米每秒 后来的A129又换装了一种更强劲的发动机T-800 原来装在A129上的GEM也进行了改进升级 而且其简单的变速箱可以适应T-800的装机 全角结式的四片桨叶组成了悬翼系统 尾部则为两片桨叶的半刚性三角角结式尾桨 悬翼桨骨用复合材料制成 包括玻璃纤维板和四个不需要润滑的弹性轴承 结构简单 重量仅87公斤 桨骨也有与桨叶相同的抗弹机能力 所有机械连杆和活动件都装在悬翼主轴内部 以防外来物损伤或者结冰 并可减弱雷达信号 维将桨叶也由复合材料和不锈钢前缘制成 能经受12.7毫米子弹的射击 武器方面主要装备BGM-71陶式反坦克导弹 后来升级为BGM-71C和BGM-71D-E型 该导弹最大射程为3750米 该射程足以保证直升机 在苏联早期进程防空系统的有效射程外发射 但面对射程更远的SAM-15或者SAM-18等系统时 射程明显不够 但和所有空地导弹和空空导弹一样 如果给予载体一个较高的发射速度 它的射程就会有所增加 当直升机以18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时发射导弹 相应的射程将会增加到大约4000米 除此之外 A-129还装有无制导火箭 通常情况下 A-129携带两个81毫米火箭弹吊舱 每个吊舱内有12枚火箭弹 飞行员可精确发射火箭 即便是在远射程也能较为精确的命中目标 81毫米火箭性能高于70毫米火箭系统 但其最大载荷只有38枚 而70毫米火箭的最大携带量为76枚 虽然A-129在历次行动中表现不错 但实际上 最初仅有意大利陆军装备了45架A-129基本型 而缺少资金 一直是限制该机发展的关键因素 通过阿古斯塔公司对海湾战争的研究发现 未来国际市场需要的武装直升机 必须可以执行护航、侦察、反坦克和近距离支援等多项任务 因此 直升机需要装备各种武器来适应不同的任务环境 为了能够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阿古斯塔公司着手改进推出了A-129国际型武装直升机 阿古斯塔公司曾利用A-129的验证机 验证了很多新的概念 首次为国际型试验机安装新型发动机 花费了约9个月的时间 阿古斯塔公司认为 需要A-129武装直升机的国家很多 但是推销时并不顺利 1996年 土耳其计划大规模扩充其武装直升机力量 计划装备最多145架武装直升机 但是A-129却惨遭落选 阿古斯塔公司随后又转向澳大利亚 在1998年5月的预算中 澳大利亚决定彻底改变其陆军航空兵结构 阿古斯塔公司将A-129国际型 同A-139战场运输直升机一同推出参与竞标 最终再次落选 此外 A-129武装直升机在新加坡 芬兰以及瑞典等等多个国家的推销也不成功 这其中大多数国家最终选择的都是阿帕奇直升机 A-129尽管性能不俗 但在与众多对手竞争中缺乏卖点 在国际军贸市场难于销售 而这也为其未来的发展 甚至阿古斯塔公司独立的军用直升机研发能力 蒙上了一层阴影 该机基本无装甲防护 其生存主要依靠小巧的外形 良好的飞行性能 但与美国AH-645装直升机比较 A-129过于脆弱 而且仅装备8枚短射程的陶式反坦克导弹 显得火力不足 尽管价格是汇 但还是有很多国家愿意花更多的钱 购买性能更优越的阿帕奇 好了 关于A-129猫右直升机的介绍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